好 恭喜台北市的上班族 其實從明天開始就是這個 繼續放颱風架的第二天 現在台北市政府已經正式發布這項消息了 但是有別於在花東現在的雨勢風勢還是很強勁 在台北記者所在的位置是在士林夜市這裡 本來應該現在是暑假應該會人很多 但是可以看到現在整條街道 本來應該是人潮最擁擠的地方 現在幾乎沒有一家有開 只有在旁邊有一個炸雞店 他現在是開著的 很多人都到那邊去覓食的 其實很多剛才還是有部分的民眾 他們到現場來這裡 希望說看是不是可以運氣好一點 可以看到有攤販有開 但是其實大多數都是鋪了個空 像兩位帥哥剛才是不是有到夜市這邊來 要覓食還是要做什麼事情 你好像沒有找到東西 對啊 你們剛才是本來是要來幹嘛 江蕪蕪 有的人看有沒有吃東西 對啊 你們本來是 就是大概幾點的時候過 我們才剛到半個小時才會有 但是平常在這裡的話人蠻多的 對啊 就整個要沒辦法走那種 會有出乎意料的感覺嗎 因為今天也放颱風假 對啊 就是突然變很空就很不習慣 沒有看過攝影夜市這樣 OK 好 謝謝你們 對 但是又除了這兩位帥哥以外 其實剛才在現場 還有外國的觀光客 因為他們來這裡說這是原道而來 就是要來逛逝林夜市 他們也知道說今天放颱風假 但是就是想說來這裡通風運氣 但是最後還是沒有被他們給遇到 所以說他們在台灣這幾天的時間 可能還會再找時間再來逝林夜市 我們會在台北市繼續為您掌握颱風的 最新動態